《石黑一雄》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是全球知名的作家 他的代表作《长日将近》 也是无数人争相传阅的作品 《石黑一雄》被《泰晤士报》评为 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50位作家 与维埃斯·奈保尔·塞尔曼·拉什迪 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诺贝尔颁奖词如是写道 《石黑一雄》的小说 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 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在共读《莫失莫忘》之前 我们先来仔细了解一下 作者《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 五岁时他就随着家人移居英国 和姐姐住在伦敦附近的小镇 其实他最开始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摇滚歌手 对《石黑一雄》来说 音乐是他年轻时候的激情所在 况且受当时社会潮流所影响 年轻人都特别向往成为摇滚歌手 认为作家是不赚钱的职业 但是与朋友相比 他没有音乐天赋 朋友轻易创作 他却艰难得很 总是在仰望与羡慕之中度日 随着年龄的增长 石黑一雄开始对写作生出热情 因为写作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事 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的干扰 打个比方 这就相当于一个人成为一整个电影剧组和演员 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 不需要妥协、退让和合作 这是他最喜爱写作的一个原因 因为哪怕即使是玩音乐 也会与其他乐手合作 当然玩音乐有时候挺好的 但有时候也让他非常沮丧 石黑一雄没有完全放弃音乐 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弹吉他 弹钢琴、作词 只是把他当作自己毕生的兴趣爱好来对待 而且音乐也给石黑一雄的写作 带来许多启发和帮助 他说 我觉得写歌和讲故事之间 有很多相似之处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其实写作是孤独的漫漫长路 有人因没有回报而放弃了 有人因恶平离开了 有人因忍受不了孤独而逃离了 儿时和一雄从二十多岁一直写作坚持到现在 这一路他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妻子 他把我当成落魄的歌手 憧憬着我们会一起变老 成为老社会工作者 然后我们可怜巴巴地一起翻看卫报的广告栏找工作 而石黑一雄的女儿如今也是一名作家 这是他非常自豪的一件事 石黑一雄几乎五年写一部作品 如今六十八岁的他 即使到了退休的年纪 还是希望能写出更多的作品 石黑一雄的小说围绕着爱死亡孤独展开 又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 父亲是海洋学家 在中国长大 而之后一家人又宜居去英国 各地的文化传统历史 在他内心碰撞交融 并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国际事业 你可以看到他的早期作品 《远山弹影》 《服饰画家》 以日本作为故事背景 《远山弹影》讲述 在英格兰生活的日本寡妇月子的故事 这部小说也反映了日本长期的灾难 和战后恢复的那段经历 《服饰画家》通过一位日本画家 回忆自己从军的经历 探讨了日本国民对二战的态度 而长日将近 无可畏介 莫失莫忘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英国 《我被孤雏》 有名上海孤儿 讲述一名英国侦探 调查童年时 在旧上海的一场遗案 《石亨英雄》擅长处理多种小说题材 从战争灾难到科幻文学 他始终认为 一个人的写作 不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 更是写给不同时代的人看 而本周要共读的莫失莫忘 则带有未来科幻的色彩 小说主要讲述了 在某个寄宿学校住着一群克隆孩子 他们的命运一开始就被安排 其实这本书刚出版时 引起过很大争议 不仅是读者想不通 为什么这样一个知名文学作家 会去写科幻小说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终结 把生命放在历史长河中 几十年也不过一瞬间 简直微不足道 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活几年和活几十年 又有什么区别呢 奈巴尔说 生活如此绝望 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 汪曾祺说 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 不然生活无趣 人生无味 石黑一雄说 人重要的不是年龄 而是经历 有的人活到一百岁 也没经历过什么事 是啊 特别是经历过生死的人 会有强烈的感觉 这短暂一生终会逝去 不妨活得大胆些 去攀一座山 去爱一个人 去追一个梦 石黑一雄的最新作品 《克拉拉与太阳》 也是科幻文学小说 是一本关于人工智能 基因编辑和大数据的书 与莫失莫忘 有异曲同工之味 石黑一雄在采访中提到 《克拉拉与太阳》 是对于莫失莫忘主题的回应 这两本书都是用科幻的形式 谈论爱与死亡 或者说如何用爱来延缓死亡的问题 并且都在探讨人类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 人类是否有灵魂 人类之间的爱情 象征着什么 但是两本书的最后结局不一样 莫失莫忘 是以残酷的绝境 而《克拉拉与太阳》 给人们带去了希望 看石黑一雄的小说 你会震撼 会共情 会身临其境地去思考 爱真的可以对抗死亡吗 关于这个永恒的话题 石黑一雄 在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感悟 所写的爱 也是不同层次的 在长日将近中 爱是克制而恐惧的 人们需要爱 但在爱中 又极其容易受伤 但是在莫失莫忘中 爱是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它虽然不能使人永生 但是人有了爱后 面对死亡时 会变得不同 的确 不管是小说 还是生活中 爱是一种 对抗死亡的武器 爱情也好 亲情也好 家国情怀也好 因为爱 让我们变得勇敢而坚韧 不惧命运 不惧生死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 情感和思维 那克隆人会有怎样的境遇呢 小说中有一段话 特别让人深思 普通孩子长大后 他们或许成为演员 或许移居美国 或许在超市上班 或许在学校教书 或许成为运动员 公交车售票员 或者赛车手 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 但是你们克隆人不可能这样 你们之中 没有人会去美国 没有人会在超市上班 除了按照 预设好的方式 活下去之外 你们别无选择 你们会长大成人 但那过程很短暂 在你渐渐老去 甚至步入中年之前 你们就要开始捐献 重要器官 这就是你们存在的价值 他们的命运 早已安排得明明白白 看完整本书后 让我震惊的同时 也让我庆幸 自己有支配 自己人生的权利 并且会珍惜以后的 所有时光 那么 克隆人有自己的思想吗 他们会像正常人一样 谈恋爱吗 他们会对命运 做出反抗吗 小说以克隆人 凯西H的视角 来叙述整个故事 故事开始于 黑尔舌母寄宿学校 这里住着一群孩子 他们有着孩童的 天真浪漫 幼稚和小脾气 在运动场 为了争夺运动场的 玩耍空间 常有同学 拉帮结派 耍手腕 斗嘴的现象发生 其实导师 常常叫他们 要讲礼貌 同学之间 要互相谦让 但现实是 如果自己弱小 没有团队 是很容易被 孤立的 晾在一边的 凯西虽然性格 不强悍 个子也不高 但好在 有好朋友 从而使得 他们这个小团队 经常占领运动场 他们通常坐在 一起聊八卦 释放压力 有一次 他们看到 北操场上 有一群男生 正在踢球 其中有一个 叫汤米的男孩 正穿着自己 特别在意的衬衫 那群男孩 却不怀好意 准备戏弄汤米 似乎所有人 都准备 看他的笑话 只有凯西在心中 自言自语 他真傻 居然穿这一副踢球 衣服肯定要毁了 尽管凯西 和旁边的人 说了这个事 如果弄脏了 他的衬衫 一定会大发脾气的 但别人 并不在意 汤米的感受 甚至有一个同学 还在模仿 汤米踢球跑动 挥手时的动作和表情 男孩们 在泥巴地里站着 开始选队员分组 大家心里都明白 汤米要比高年级的同学 低得还好 但是没有一个对选他 最后其他男孩子 窃笑 全都跑开 只剩下汤米一个人 汤米反应过来 一个人在怒骂 跺脚 然后泥巴 全部溅在脚上 大家都在大笑 露丝却说 我觉得这有点狠了 他们总是这样捉弄他 可这都是他自己的错 如果他学着陈珠器 他们就不会抓住他不放了 只有凯西担心 泥土弄脏了他的衬衫 凯西很自责 尽管没有参与 捉弄汤米的计划 但他也是看客中的一员 没多久 凯西一群人准备离开 但凯西却朝着 汤米的方向走去 大家都惊讶于他的举动 露丝甚至急切地 叫唤凯西回去 但凯西依旧继续前行 凯西伸出手 去摸汤米肩膀时 汤米双臂无意中乱挥 刚好打到了凯西侧脸 凯西大叫一声后 汤米才注意到他 凯西担心他的衬衫被弄脏 但汤米似乎不在意 甚至觉得凯西多管闲事 但汤米说完就后悔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终于有一个人懂他了 有时候 当你自己被所有人抛弃时 有一个人走来 温暖你 关心你 会格外地让人感激涕零 久久难以忘怀 也正是这样 凯西让暴躁的汤米平静下来了 后来汤米还专门找到凯西 向他道歉 但凯西从来就没有怪过他 汤米映如既往被欺负 被孤立 凯西也映如既往同情他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童年尤为重要 那是我们出食世界的过程 这群孩子在黑尔舍母学校里 最被重视的是他们的身体情况 他们几乎每个星期 都要接受健康检查 并且老师们都很在乎 他们的艺术创作 但汤米的艺术作品 看起来非常幼稚 常常被伙伴们嘲笑 陆西老师注意到了 他找汤米谈话 告诉他 不擅长创作也没关系 开心做自己就好 还提到同学们的未来 以及捐献相关的事 汤米对陆西老师 所说的感到很疑惑 而且陆西老师 看起来很愤怒生气的样子 但又不是针对汤米 汤米没有其他 可以诉说的朋友 于是他把这一切 偷偷与凯西说了 凯西也不明白 但是他联想到了一郎 有位夫人总是到这儿来 拿走他们最好的话 据说是为了一郎 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之间 有个不成文的传说 一郎会收录学生的优秀作品 但是谁也不知道 收取的作用是什么 是用来卖吗 还是为了证明什么呢 索尤老师对此事的解释 闭口不提 学生们也拿不准这个一郎 是否真的存在 只有偶尔会听到 凯西 你做的东西太棒了 我敢说一定会进一郎 对 没错 这件可以直打一郎了之类的话 凯西这个六人小团体 想弄明白这件事 路斯猜测夫人一定是怕他们 所以才会来收走他们的话 这个听起来滑稽可笑的猜测 引得众人反驳 但是争论了好几天 依旧没有结果 于是大家决定测试一番 那个秋天 当看到夫人的小车 沿着小路穿过田野看来时 同学们躁动不已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在老夫人身边突然出现 然后看夫人的反应 是否害怕他们 计划得以实施 他们突然跳到夫人面前 夫人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 没有尖叫 甚至都没出声 事后同学们聚集到一起 他们说自己看到夫人 虽然没出声 但是身体不停颤抖 肯定是害怕谁碰到他 于是他们得到一致的结论 夫人真的害怕他们 但是害怕的原因 他们依旧没有想明白 这群孩子就如年少的我们一样 单纯 稚嫩 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但他们的童年时光 是幸福的 也是美好的 孩子们对一件事的好奇感 来得快 也去得快 从那次以后 很少有人专门提起夫人和一郎 他们还有一个有趣好玩的活动 交换活动 同学们都热衷于交换T恤 装饰品和个性化书桌 当然 他们自己也热爱收藏 黑耳舌母的学生 每个人都有一个木箱子 放在自己床底下 里面装着自己的收藏品 这些对他们来说 都是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或许是在拍卖会上所得 或许是交换得来的 但是有一些同学的作品太优秀 被夫人选走 这样就失去了交换的东西 他们表示不满 觉得夫人 至少也应该要拿交换币来交换 于是一位叫罗依J的同学 决定向艾米丽校长 提出自己的诉求 艾米丽平时威严古怪 举止不凡 但是这件事 引起了艾米丽校长 和导师们的讨论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 可以给予少量的交换币 这其中隐含的意义 为作品被夫人选中 是莫大的荣耀 孩子们对这个结果很气愤 表示不满 有时候千万不要相信 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亲眼看到的 亲耳听到的 不一定是真相 有一天 玻璃体问路西老师 为什么夫人要把我们的东西拿走呢 这原本是一代又一代学生之间的秘密 大家都在心里抱怨 玻璃为什么要去打破 心照不宣的秘密呢 大家以为路西老师生气了 其实她只是在沉思 她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 她的目的是好的 是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解释 我觉得你们理解不了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向你们解释清楚 大人们总是喜欢隐瞒真相 总以为孩子小不懂事 长大了就知道了 但越是这样 孩子们越会用他们的认知 去猜测 去怀疑 或许 这就是大人与孩子之间的代沟吧 那夫人拿他们的话 究竟有什么用呢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目的呢 在黑耳舌目住着一群学生 他们有着平常孩子一样的喜怒哀乐 但他们却有与普通孩子有所不同 学校特别注重他们的身体 每天都要做检查 而学校外是他们的禁区 一旦出去 后果非常严重 或许是一直以来的规矩 学生们早已习惯 所以他们从心底里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 黑耳舌目的古怪 还体现在老师和校长身上 有时候 从校长艾米丽小姐口中 总是听到一些奇怪的话 比如 不配享受优待 虚致大好机会 特别是学生们的行动 让他失望时 他会尤其愤怒 他会自言自语 是什么 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 但我绝不妥协 不 绝不 黑耳舌目也不会 或许 他在密谋着什么 或许 他对学生的期待值极高 总之 这个学校 充满了神秘 至于黑耳舌目外 森林的传说 海里从主人公凯西 与另一个女孩 露丝的相遇 开始说起 有一次 凯西和三个朋友 在沙坑里一起玩 因为天气炎热 沙坑又小 这几个小伙伴 对彼此都有些火气 希望不要有那么多人 一起玩 正当凯西口客烦躁时 露丝出现了 狠狠盯着那几个小伙伴 露丝有着天然的小气场 让凯西害怕至极 这是凯西对露丝的第一印象 后来有一次 露丝突然对凯西说 你要骑我的马吗 这让凯西非常开心 露丝甚至说 如果您喜欢 干脆送您好了 年少的友谊 非常质朴 一颗糖 一次邀请 一句赞美 都能让两个小孩 成为最真心的朋友 他们不会权衡利弊和得失 玩得来 就毫无保留的付出 玩不到一起 就会远远躲开 就这样 他们两人成了 要好的朋友 起码结束后 露丝问凯西 你喜欢杰拉尔丁小姐吗 凯西告诉露丝 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她 于是露丝希望凯西成为 杰拉尔丁小姐的秘密警卫的一员 凯西到后来才发现 杰拉尔丁小姐的秘密警卫员 竟然有六到十人 而露丝是团体的领导人物 大家一致认为 杰拉尔丁小姐 是黑耳舌目最好的导师 这个秘密警卫团 是他们自发组成的 主要目的是 为了保护杰拉尔丁小姐 原来有传言说 有人要绑架杰拉尔丁小姐 但他们一直无法知道 幕后主使是谁 有时怀疑是几个中学男生 有时怀疑是一个讨厌的导师 爱玲小姐 他们不知道绑架 什么时候会发生 发生在什么地方 但始终笃定 这次绑架 与黑耳舌目后方山顶的树林有关 在黑耳舌目 学生们都严禁出入那儿 他们只能看到树林的剪影 但关于树林的各种恐怖传说 让他们内心有种莫名的恐惧 有一个传言说 在大家来黑耳舌目后不久 有一个男孩和朋友大吵后 跑出了黑耳舌目的边界 两天之后 有人发现他的尸体被绑在树林里的树上 手脚都被砍断了 另外一个传言称 一个女孩子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 偷偷偷跑出去了 带回来时被拒绝进入 她一直守在门口 苦苦哀求导师放她进来 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她 就这样 她死在了外面 而灵魂一直飘荡在森林中 所以在孩子们的心中 那个森林是洪水猛兽 是会吞人的怪物 有时候 看不到的东西 更会让人产生无数联想 并且被千万倍放大 每天入夜后 孩子们在宿舍 似乎会听到树叶的沙沙声 但都默契地不说出来 有一次 马其K惹怒了众人 晚上大家把她从床上脱下来 把她的脸贴在玻璃上 命令她抬头看着树林 马其K拼命闭眼挣扎 大家奋力扒开她的眼皮 逼她盯着黑漆漆的树林 树林巨大的阴影 像黑洞一样袭来 马其K感觉自己随时会被吞噬 她啜泣了一整晚 以至于后来每每想起 都浑身发抖 这似乎就是校园霸凌 被欺凌的人 即使身体的伤痛好了 内心的伤痛 却需要用一生去治愈 但霸凌者也许转眼就忘记了 他们保护杰拉尔丁的行动 继续秘密进行着 有一次 大家看到爱玲小姐和罗杰先生 在与杰拉尔丁小姐谈话 没一会儿 杰拉尔丁小姐离开了 另外两人彼此靠得很近 目光紧紧盯着杰拉尔丁小姐 似乎在偷偷密谋着什么 于是大家认为罗杰先生 也是即将谋害杰拉尔丁的同伙 孩子们的思维简单 总是认定了一件事 就很难改变对她的态度 大家都在小心翼翼 维护着这个秘密 为她工作 为她紧张 为她全力以赴 然而 凯西没多久就被抛弃了 凯西和露丝 因为国际象棋的事 争吵起来 凯西本以为露丝是高手 想向她学习 结果在下棋过程中 才发现 露丝根本不懂下棋规则 她想让棋子怎么走 就怎么走 并不容反驳 在她眼里 自己就是规则 凯西伤心极了 原来露丝根本不会下棋 第二天 凯西走向这个小团体时 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 立即停止了交流 凯西被孤立了 或者说已经被赶出 这个秘密警卫团 凯西不甘心 可无论她怎么靠近 他们都躲得远远的 凯西气不过 决定要报复露丝 没多久 就让凯西找到了机会 其实孩子们渴望老师的关注 和特别对待 对露丝来说 更是这样 露丝拿出一个漂亮的铅笔盒 暗戳戳的炫耀 没有明确表示由来 且向大家暗示 铅笔盒是吉拉尔丁小姐送给她的 同学们都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 毕竟谁都渴望成为老师心中 那个最特别的人 凯西很理智 仔细分析着这件事 她心中有一个想法 一般老师很少送学生东西 这估计是拍卖会得赖的 果然 凯西去同学代表那里 找到了拍卖的名单 就有这样一个铅笔盒 凯西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找到露丝 希望和她单独聊聊 当凯西揭露露丝的谎言时 本以为对方会和自己吵起来 但没想到露丝脸上惨青 语无伦次 她觉得羞愧极了 其实 凯西只是想让她难过一下 没想到这么严重 她保证自己不会透露出去 接连几天 露丝的状态都非常差 尤其是看到凯西 凯西心里也不好受 明明是露丝先抛弃她的 但看到露丝伤心 自己也非常难过 或许 凯西还是把对方当成好朋友吧 在有人问露丝 这么好看的铅笔盒 到底哪里得到的时 露丝羞愧难当 真想找到地方钻进去 这时凯西站出来了 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大秘密 成功替露丝解围 之后的日子 明显露丝非常喜欢凯西 总是找机会为凯西做事 不管是亲情 爱情 友情 或许会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产生芥蒂 或者争吵 怨恨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有时候退一步 真的能够海阔天空 缓和彼此的关系 因为再完美的感情 也总会有矛盾争吵的时候 而好的关系 需要彼此之间相互维系 要学会索取 更要学会付出 在黑尔舍母学校 住着一群特殊的学生 他们有着特殊的使命 黑尔舍母处处透露着古怪 校长 艾米丽小姐 对他们有着超出常人的期待 学生一旦做得不好 她会表现得非常伤心 甚至说着一些学生们 无法理解的言论 黑尔舍母的学生不能出去 一旦出去 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传言说 有一个学生出去了 被砍断手脚 绑在黑尔舍母远处 山顶森林中的树上 另一个女孩出去后 苦苦祈求老师放她进来 但始终无法进来 最后死在外面 她的魂魄一直围绕着黑尔舍母 传言一直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在黑尔舍母里 学生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Lucy老师说 你们很特别 所以你们得保持健康 确保内脏都完全健康 对于你们每个人 这都比对我更为重要 所以在这里 学生千万不能抽烟 因为抽烟影响健康 课本上有抽烟的照片 都会被先裁剪掉 甚至经典的 福尔摩斯探案书籍 因为主要角色吸烟太多 而被禁止放入图书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生们也渐渐懂得 他们和外面的小孩不一样 和导师们也不一样 和正常人更不一样 他们知道在遥远的未来 有捐献在等待着他们 当然 里面的学生在小时候 还是会正常上课和交朋友 他们对外面的世界 充满了好奇 艾米丽小姐给学生讲课时 会将一张很大的地图 钉在黑板上 在旁边支起画架 如果她今天讲的是牛津骏 她就在画架上 摆一张当地风光的挂丽图片 艾米丽小姐有很多这种风景化挂丽图 但当她在给学生们讲到一个叫 诺福克的地方的时候 在她所有的图册中 竟没有一张诺福克的照片 艾米丽小姐说这是一个安静的角落 同时也是失落的一角 从来没有学生见过诺福克 这倒是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不少神秘感 于是在学生们眼里 诺福克就像黑耳蛇目的失物招领中心一样 那个地方是学生们内心的一个慰藉 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 内心深处有一个失落的一角 因为丢失的东西总会寻找回来 但现实是很多东西丢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比如珍贵的物品 比如感情 凯西就丢失了她心爱的东西 一盒磁带 正是这个契机 路斯找到了帮助凯西的机会 但路斯找遍了学校 也没有找到那盒磁带 最后自己弄来一个送给凯西 凯西看着路斯送来这盘磁带 同自己那个简直天差地别 但她也没有说什么 明白了路斯压根儿不懂磁带 却被路斯的一片真心感动到了 其实凯西的磁带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她特别喜欢里面的一首歌 叫《莫失莫忘》 在凯西的理解中 歌词讲述了一个女人 被告知自己不能生孩子 但是她非常非常想拥有一个孩子 奇迹突然发生了 她有了一个宝宝 于是她对着宝宝哼唱 宝贝莫失莫忘 其实凯西和这个女人 有着同样的境遇 黑二舍母的学生 是不能够生孩子的 他们甚至没有决定 自己命运的权利 路斯老师曾狠心地告诉他们 你们谁也去不了美国 谁也成不了电影明星 那天我还听说你们有人打算去超市工作 你们谁也去不了 你们的生活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会长大成人 然后不等你们衰老 甚至不到中年 就将开始捐献身体的各个器官 你们每一个人被创造出来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你们不久将要离开黑二舍母 准备第一次捐献 这对自懂非懂的孩子们来说 太残忍了 有人因此失去理智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只是路西老师嫌弃他们太吵闹了 对他们做出的惩罚而已 其实黑二舍母的学生 早就在无形之中 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 只是没有人捅破这层纸而已 他们是知道的 也是不知道的 青春期的孩子 会对异性朋友产生感情 凯西之前帮助过的男孩子汤米 胳膊受伤了 大家都怂恿他赶快绑加板 否则一不小心伤口会裂开 甚至都会看到骨骼 汤米害怕极了 于是找到凯西 希望他能帮自己绑加板 因为其他人他都信不过 说不定其他人在绑的时候 故意是坏 让他受到二次伤害 凯西很想告诉他 这是他们的玩笑话 可为了不让汤米伤心 凯西答应了 他们彼此懂得 彼此信任 本以为他们两人会走到一起 没想到的是 汤米和露丝成为了公开的情侣 两人经常挽着手 走在黑二舍母的各个角落 表现得很甜蜜 可是没多久 他们因为一些争吵分手了 汤米继续回到了 形单影支的日子 从小到大 他已经习惯了 可是露丝并没有放弃汤米 他希望能与汤米复合 碍于面子 露丝希望凯西 能帮他与汤米谈一谈 因为汤米曾说过 无论自己遇到什么困难 汤米都会相信凯西 可以带他走出困境 当凯西找到汤米时 汤米很乐意与其交谈 但是他们聊着聊着 就会聊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没过多久 露丝和汤米复合了 露丝很感激凯西 其实凯西内心明白 自己并没有帮什么忙 他们年龄越大 越成熟 意味着他们离开黑二舍母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了 每个人 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使命 曾经我们都渴望长大 长大后 却想穿越到童年那段幸福的时光 黑二舍母的学生也是如此 对于成长 他们紧张焦虑 不知所措 但同时又充满了期待 他们有一颗热忱的心 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离开黑二舍母后 凯西和几个同学 被分配到农舍 而有的同学去了多塞特 有的同学去了威尔士 有时我们觉得人生挺奇怪的 现在也是如此 有的人曾亲密无见 一起玩闹 一起上课 一起为了某一件事并肩作战 但一旦分别 可能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了 而导师也曾苦口婆心和他们说 一旦出了黑二舍母 你们就再也没有导师了 需要你们自己照顾自己 他们在农舍 其实可以自由外出 只要登记并且按时返回就行 可是禁足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刚开始那几个月 他们几乎都不会到外面走动 甚至都不会去周边的乡间散步 有时候一个人的固定思维 会限制他的行动 凯西他们在农舍的日子很悠闲 刚开始那两年 他们自由串门 躺在家里看书 趴在门前的草地上晒太阳 自己做热气腾腾的饭菜 而露串和汤米也在农舍 他们依旧是情侣 但是露串很快就与比他们大的学长学姐 交上了朋友 常常将汤米晾在一边 为此凯西和露串曾争吵过 他们的友情很奇怪 但似乎又很正常 两人白天不管闹成什么样 到了晚上依旧可以坐在一起谈心 谈卢心扉 或许在他们心中 彼此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彼此尊重 彼此维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友情 在农舍 他们究竟还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他们平静的生活又会持续多久 黑耳舍母的学生 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会离开学校 并且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 凯西、露丝和汤米等人 被分配到了农舍 在这里 他们过了几年悠闲的时光 但也渐渐明白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农舍里有提早来的学生 比他们年龄大 同称为老生 凯西他们时不时看到 有老生会出去做任务 或许是做护理员 或许是其他更重要的事 农舍的每个人都闭口不提 只是在内心感慨 老生们或许四五天就会回来 或许会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生活对他们很残忍 世界对他们同样残忍 有一次 克里希和罗德尼 去诺福克海滩旁边的一个小镇见朋友 突然看到一个坐在办公室的女人 和露丝很像 她很可能是露丝的原型 关于原型的问题 没有人真正告诉过他们答案 学生们都只是根据自己的猜测 来说服自己 大致是这样的 他们每个人都是由一个正常人复制而来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原型 生活在外面的世界 这就意味着 理论上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原版真身 但是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原型应该是怎样的人 年龄多大 居住在哪儿 在做什么工作 但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原型感到好奇和期待 就像有血缘关系 父母的纽带一样 甚至觉得能从原型身上窥探到自己的未来 克里希和罗德尼不断调侃路斯 以后你也一定会在这样宽敞的办公室工作 我们去看你的时候 可千万不要不理我们呀 路斯很兴奋 幻想着他们说的一切 拥有体面的工作 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好不惬意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看看他的原型 他们五人一起出发了 在路上克里希和罗德尼还表示 据说黑尔舍母出来的学生拥有一项特权 如果一个男生和女生能够证明彼此真心相爱 那么他们可以申请将捐献时间延迟三四年 生命对他们来说是短暂的 如果能延迟捐献 将是天大的幸运 刚开始 他们躲在角落 远远看到办公室里的那个女人 的确和路斯非常相像 还没看多久 就有人来赶他们离开 本以为这个女人就是路斯的原型 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真心为路斯感到高兴 然而路斯脸上 却丝毫没有喜悦之情 反而非常冷静 她表示自己还要再仔细看看 女人从办公室出来后 走到大街上 又沿着巷子走到一家一廊 与老板交谈着 他们都紧跟着这个女人 后脚也进了一廊 小心翼翼偷听他们的谈话 然而现在 在这间一廊里 这女人离他们太近 看得越多 听得越多 他们就越明白 这个女人与路斯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就越发现她一点都不像路斯 他们从店里出来后 每个人都心思沉重 直到走上宽敞的街道 他们才停下来 其他人安慰路斯 没关系的 就当做一次旅游吧 但是路斯的情绪非常激动 这完全打破了她对未来的一切幻想 她大声怒吼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可能是从这种人身上复制的 而是从废柴堆里复制的 吸毒的 酗酒的 流浪汉 甚至还有罪犯 这才是我们的来源 我们都心知肚明 为什么还要抱有一丝美好幻想呢 路斯不甘心 但却拿命运 无可奈何 只能认了 路斯发泄过后 大家表示 既然到这里了 顺便去拜访一下护理员马丁 但是凯西表示自己不想去 而汤米坦言 自己要留下来陪凯西 于是路斯和那两个小伙伴离开了 凯西和汤米 已在围栏上看风景 汤米说 路斯那都是气话 口不择言 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 我们的原型是怎样的人 连导师也未曾提到过 他们明白 其实原型和自己的生活 毫无关系 原型有原型的生活 而他们从一开始 就有不可抗的使命 汤米打算送给凯西一件礼物 因此邀请凯西去一家商场 他曾在那家商场 看到架子上方 堆了很多唱片和卡带 想要帮凯西找到 他曾经丢失的那般磁带 其实 在凯西丢失磁带的那段时间 不只是路斯在帮他找 汤米在能想到 和能去过的地方都找遍了 但就是没找到 他想着 或许真的在英格兰失落的一角 诺福克可以找到 而现在 他们正在诺福克 凯西被汤米的行动所感动 因为汤米压根不知道 凯西丢失的磁带 是谁发行的 还在四处瞎找 凯西丢失的是 朱迪·布里奇沃特的夜曲 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了 在商场里压根就找不到 只会偶尔出现在拍卖会上 当然 凯西也不想浪费这次机会 决定和汤米去二手商店 碰碰运气 一路上 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仿佛只有兴奋和激动 没多久 凯西真的找到了 与当年那个一模一样的磁带 她的内心有激动 有欢喜 也有失落和悲伤 她并不想这么快就找到 因为这是承载了 她过去和未来的寄托 与念想 就像我们小时候特别想要 却没得到的玩具一样 她成了我们童年中的一份念想 即使长大后能买得起了 却早已不是当时的那份心境 而汤米也非常难过 她多么希望是自己先找到的 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凯西 他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微妙的关系 或是暧昧 或是彼此心疼和关心 在回去了路上 汤米提到他们所说的情侣 可以延缓捐献的事情 这是他们延续生命最大的念想 就像电影《萧生客的救赎》里说的 希望是个好东西 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汤米有个大胆的猜想 或许这和夫人收走他们的艺术作品有关 因为感情是无法鉴定的 爱或者不爱 但据说作品可以展示创作者的内心 揭露她的灵魂 此刻汤米非常惊恐和后悔 因为在黑耳舍母 自己没有一幅作品被夫人收走过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她失去了延迟捐献的权利 其实最近的一段日子 她都在偷偷创作 连路斯都不知道 确实 小时候汤米的话 常常被同学们嘲笑 甚至导师也说不要勉强自己 但她并不甘心 汤米和凯西诉说着心声 并且在思考 情侣到底是怎样申请延期的 最后 她想到或许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找到夫人 但他们并不知道夫人在哪儿 甚至都不知道夫人的名字 况且夫人曾经并不喜欢大家靠近她 如果真的找到 夫人真的愿意帮忙吗 在汤米和凯西脑海中 产生了无数问题 他们两人之间还袒露了许多真心话 因为原型的事 露丝在发怒中还误会 侮辱过凯西 这也是凯西不想跟他们一起去拜访护理员的原因之一 凯西说着说着 流下了泪水 汤米不断安慰凯西 两人越靠越近 最后 汤米的手臂 揽住凯西的肩膀 有小伙伴发现大街上有个办公室里的女人 好像是露丝的原型 但是当大家满怀期待感到时 发现她并不是 后来 汤米根据老生们提供的传闻 以及自己的推测 似乎发现了能让他们延迟捐献的秘密 那就是相爱的情侣 可以申请延迟捐献三四年 而证明情侣相爱的标准 就是自己的艺术作品 有没有被夫人收录 这听起来滑稽可笑 但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农舍里的老生陆续离开 去完成他们的使命 无数次告别 让凯西他们麻木了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就该轮到他们了 而凯西、露丝和汤米三人的关系 依旧很复杂 有一次 露丝故意给凯西泼脏水 说凯西觉得汤米画画 不过是瞎胡闹 凯西想辩解 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仿佛有个声音告诉自己 随便他们怎么想吧 没想到他们之中 最先离开农舍的是凯西 她决定去做护理员 护理员的工作是孤独的痛苦的 一个又一个医院 一家又一家康复中心 来去匆匆 长时间与捐献者相伴 与死神搏斗 有时候还会碰到曾经相识的同学 他们或者是护理员 或者是捐献者 但他们都因为太忙 没时间好好说话 离开农舍七年后 凯西碰到了老同学劳拉 在她口中得知 露丝的第一次捐献情况不太好 而且她的护理员也非常不负责 已经换了三四个了 凯西因为工作时间长又非常负责 所以她有时会有选择捐献者的权利 劳拉说 以前你和露丝关系那么好 为什么不去选择照顾她呢 凯西没有立刻回应 后来两人谈到一件 让他们特别伤心的一件事 就是黑耳蛇母关闭了 他们的童年是在黑耳蛇母度过的 即使有很多禁忌 但对他们来说 那是青春 是回忆 是友情 是爱情 是温暖的家 是最柔软的地方 但是现在只能存在在他们的记忆中了 就像有一把刀 生生将你的过去砍断一样 几个星期后 凯西来到了露丝治疗的康复中心 露丝面带微笑 大方地抱住凯西 两人发自内心地为重逢喜悦和激动 一起谈论着黑耳蛇母 农舍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但谁都没有提到 当初凯西离开农舍的那段时光 都假装没有发生过 人生有太多美好和悲伤的画面 当你回头看时 受过的伤 听过的气话 都已经不重要了 也没必要再提 没多久 康复中心都在流传着一条 旧船搁浅在沼泽里的消息 或许他们太久没有见过新鲜事物了 露丝一直说想去看看 但凯西识破了他的念头 其实 他是想去看看汤米 因为汤米治疗的康复中心 就在那条船的不远处 露丝承认了 并且谈起他们的过去 在凯西离开时 露丝和汤米已经疏远了 露丝离开农舍后 再没见过他 现在想去见见 见到汤米时 露丝内心有一种恐惧 他不敢下车 凯西倒是很坦然 汤米朝这边走来 给了凯西一个礼貌的拥抱 要好的三个人 时隔多年相聚 他们决定一起去看那条船 他们聊了一路 聊分别后各自的生活 以及听到的传闻 听说克里希第二次捐献后 就去世了 他们一生的使命 就是在适当的年纪 捐献器官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直到生命结束 无法再捐献为止 而留给他们三人的时间 也并不多了 露丝开始向凯西道歉 自己曾经欺骗过他 诋毁过他 最最重要的是 抢走了汤米 露丝觉得 他们才是真正的情侣 因为有些人 有些东西 不是自己的 即便抢来了 最终也会失去 露丝给了汤米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夫人的地址 那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找来的 此刻 露丝希望他们俩 能够作为一对情侣 去找夫人 申请捐献延期 即使汤米已经捐献过两次了 也还是有机会 露丝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她一有时间 就劝凯西 一定要去给汤米 做护理员 露丝在第二次捐献后 情况非常不好 凯西看着露丝躺在床上 脸部抽搐 眼睛饱含泪水 说不了话 只能用尽全身力气盯着凯西 凯西读懂了她的意思 露丝是想让凯西去照顾汤米的 就这样 露丝的意识慢慢退去 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生短暂 但他们的生命更加短暂 在最美的年纪 就要走向死亡 他们像烟花一样 一辈子就为了那短暂的绚烂而活 汤米第三次捐献后不久 凯西成了她的护理员 她恢复得不错 但还是要大量休息 他们两人成为了真正的情侣 一边做康复 一边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但是两人心里都有隐隐担忧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能维持多久 汤米拿出自己一直在创作的话 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 即便从没听说过哪对情侣 延迟捐献过 他们也想试一试 况且汤米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估计第四次捐献的通知 马上就会下来 刚好凯西去南部海边办点事时 下午顺便去了趟利特尔汉普顿 之前都一无所获 这一次她竟然亲眼看到了夫人 他们俩人美好的幻想着找到夫人后 向她申请三四年自由时间 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好好度过二人世界 他们来到夫人家里拜访 夫人压根不知道他俩是谁 他们说自己曾经是黑耳蛇母的学生 这才被邀请进屋 夫人似乎没什么变化 以前严肃 有压迫感 现在反而和蔼可亲了 凯西和汤米把听到的传言 一五一十告诉夫人 说真正相爱的人 可以用作品申请延迟捐献 夫人很惊讶 用冷嘲热讽的口气回应他们 你们竟然相信这个 夫人走入房子的一片黑暗中 推着轮椅出来了 轮椅上坐着一个人 是黑耳蛇母的校长艾米丽小姐 然而校长艾米丽小姐给出的说法 让凯西汤米的美好幻想完全破灭了 这真的只是一个传说 而且时不时就会流传一阵 每年都会有情侣 来找校长艾米丽小姐申请 但现实就是 没有奇迹 也没有魄力 凯西依旧很疑惑 既然他们的使命就是捐献身体 那为什么还要上课 还要创作 夫人为什么要收走他们的作品呢 艾米丽小姐告诉他们 正如他们所想的 作品可以揭露人的灵魂 或者更准确地来说 作品可以证明 你们有没有灵魂 其实艾米丽小姐为克隆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她向当时的捐献程序做出了挑战 她创立黑耳舌目 保护克隆孩子们度过正常幸福的童年 并且挑选他们的艺术作品 举办大型活动 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 如果学生们在正常文明的环境中长大 他们就有可能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 成为有思想 有感情 有智慧的人 但是一切依旧无法战胜现实 在茂宁戴尔事件发生后 所有的努力和成果都付诸东流 化为乌有了 茂宁戴尔事件 是有一个叫詹姆斯·茂宁戴尔的科学家 想研制出超强智慧 超强体能的人类 茂宁戴尔的研究 将前辈远远甩在了身后 也甩开了法律的约束 这意味着被设计出来的孩子 将显著超过我们其他人 而且可能取代其他人在社会上的位置 人们都吓坏了 他们就此推缩了 所以黑尔舍姆也因为这个事件 被牵连关门了 其实人性是复杂的自私的 在当时 人们认为科隆人是不需要感情和学习的 让他们生活在阴影里 随时等候捐献的通知就行 凯西和汤米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压根没有延迟申请捐献的可能 甚至让他们了解了更多残忍的真相 人们的想法 一下子朝东 一下子朝西 他们有无数种可能 甚至克隆人只是一时的潮流 然而对凯西这些克隆人来说 需要搭上他们的一生 灰尘的路上 天已经黑了 凯西和汤米都沉默不语 到一条小路后 汤米突然要求停车 然后他走了出去 没多久 凯西听见了他孤独而绝望的尖叫声 凯西赶紧跑出去找他 汤米在愤怒 嘶吼 摔着拳头四处乱踢 凯西到后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是脆弱的 也是坚强的 无法改变命运 却始终为命运而争取 正如莫伯桑所说 人的脆弱和坚强 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 就泪流满面 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 走了很长的路 汤米的第四次捐献通知 没多久就来了 很少人会撑到第四次 所以在第四次捐献时 医生护士 护理员 捐献者 都会投来钦佩的目光 而汤米 在第四次捐献后会怎样呢 凯西的命运 又是怎样的呢 故事已经到了尾声 凯西和汤米 满怀期待地去找夫人 申请延迟捐献 然而夫人和黑尔舍母的校长 艾米丽小姐告诉他们 压根就没有延迟的机会 那都是不时的传言 汤米在回来的路上 彻底崩溃了 怒吼着 锤打着 但是没多久 他就收到了第四次捐献的通知 而他这一次没有挺过去 永远地离开了 凯西看着一个又一个亲密的人离开 内心五味杂陈 但他安慰自己 人不在了 回忆还在 凯西做了差不多十二年的护理员 也走向了他该走的道路 其实路斯和汤米都做过护理员 也做到一定时间 他们就再也无法忍受 毅然开始捐献 整本书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们的一生是被安排好的一生 结局有些悲凉 但也在警示我们 我们是多么幸运 拥有自己人生的选择权 有成为任何人的可能性 人生海海 也许生活让你难堪 但我们要学会认清生活真相后 依旧要热爱生活 其实《默示莫望》的作者 石黑义雄并不算高产作家 他二十多岁开始创作 几乎每五年才出版一本书 目前出版了九本 但有好几部都是高质量作品 2017年 《石黑义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本周我们共读的 《石黑义雄·默示莫望》这本书 它的英文名叫《Never Let Me Go》 还有一个义名叫《别让我走》 其实我更喜欢《别让我走》这个名字 它传递了更多情感 用我这个词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就像小说人物与我们在对话一般 《别让我走》 但人生总是有无数分离的时刻 有被迫的 有不想回头的 有永别的 《石黑义雄》说 这本书想说的就是 强烈需要某人 永不离开的同时 深知分离 不可避免 残忍又孤独 留念却无法做出改变 读《默示莫望》第一遍时 有些难懂 故事是以小说主人公 凯西的视角来写的 凯西三十一岁了 做了近十二年的护理员 在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后 他开始回忆起从黑耳蛇目寄宿学校开始的故事 他们与平常人不一样 每天都要检查身体状况 容不得一丝差错 他们被禁足在黑耳蛇目 不能自行离开半步 他们从一出生 命运就已经被安排 他们懵懵懂懂享受着童年时光 同时也在猜测着黑耳蛇目的秘密 与自己的未来 石黑英雄花了大量笔墨 描写黑耳蛇目孩子们的校园时光 其实也在暗示着 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断丰富内心 用脚步丈量世界 去探索 去体会 去懂得 同时也是在不断认识自己 小说中 克隆人的命运非常残酷 到了一定的年纪就需要去捐献器官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直到生命停止 可能你会问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 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 自己克隆人身份的思想 当一个人思想被固定时 是很难打破的 他们甚至会钦佩那些熬到第四次的捐献者 即便是倔强的人 也会乖乖完成使命 不去反抗被剥夺的命运 关于这个问题 作者《石黑英雄》也给出了答案 他说 从我的世界观来看 我认为人们无论承受怎样的痛苦 无论遭遇怎样的悲惨经历 无论如何不自由 都会在命运的夹缝中求生 接受命运给予的一切 是啊 的确得承认 这个世界上 英雄总是少数 平凡人才是大多数 当然 英雄是每个人都钦佩和仰慕的 《默施莫望》这部作品受到无数读者喜爱 它的故事性很强 2010年 美国导演马克·罗曼尼克 将《默施莫望》搬上荧幕 名字叫《别让我走》 该片获得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其实 《石黑英雄》自己也编剧了不少作品 比如《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 《亚瑟梅森的略传》和《美食家》 但是对于自己的作品 它是非常不忍心删改的 电影中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 汤米带着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和凯西去拜访夫人 当她得知并没有延迟捐献的机会 在回程的路上她突然下车 跑到一处疯狂的怒吼 这是她对命运的不甘 也是她内心的绝望 然而无论她怎么怒吼 上帝也没有给她开启另一扇大门 是啊 人生哪有那么多奇迹 没多久 她就收到了第四次捐献的通知 而她的生命就在那一刻终结了 在这里 爱没有改变死亡 但是爱让他们收获了生的勇气和希望 其实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没有什么能够左右生死 但是 爱可以成为对抗死亡的武器 小说中 克隆人的生命虽然短暂 但在凯西路斯和汤米为主线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在校园中交朋友 在操场踢球 在宿舍讲悄悄话 去康复中心工作 他们的生活是丰厚的 他们依旧拥有世间的情与爱 怨与恨 救赎与弥补 成长与感知 也正是这些 让小说有了人类的温情 让读者能够带入其中 有人说 莫失莫忘 是正向的成长与负向的死亡 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克隆人 都有一个注定的命运 从出生走向死亡 不管是活到三十岁 八十岁 还是一百岁 那么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看完这本书后 我终于真正懂得了 石黑义雄所说的那句话 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年龄 而是经历 如果小说中的克隆人 没有思想 没有灵魂 不会产生感情 只是一个随教随到捐献的机器 那小说似乎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每天过着重复无聊的日子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二十岁就能一眼望到八十岁的生活 似乎也没什么意义 人生来就是一张白纸 任由我们去填写 内容越多 经历越多 人生才更加丰富 正如沐昕所说 生命好在无意义 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 其实大多数人 对于克隆人的了解少之又少 甚至是片面的 而石亨英雄在小说中 从学校开始 一步步揭晓他心目中 有关克隆人的真相 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好奇心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黑尔舌母学校 竟然是为了证明 克隆人有灵魂而开设的 并且它是为了庇护克隆人们 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时光 然而 黑尔舌母最终敌不过现实 被打败了 小说结局虽然是悲伤的 但过程是绚烂多彩的 他们爱过 享受过 也为自己争取过 或许有很多遗憾 但我们每个人又何尝没有遗憾呢 我们在漫漫人生中 一定要爱这些什么 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坚韧 更宽容 更充盈 更勇敢 因为篇幅原因 无法将整个故事的所有细节 一一展开 有兴趣的朋友 建议去看一看原著小说 它会让你更加懂得 与感知到生命的意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